第二十六集 一天傍晚,鲁烟石回到家,前院里放着两个大筛子,铺满了半成品的豆腐乳。 一块块豆腐长满了灰色的绒毛,婉玉手里拿着一双银筷子,小心翼翼地用筷子煎加起灰色产茧般的梅豆腐,放进一个粉彩的缸里。 婉玉看见了烟石,筷子停在了膝盖上,朝门里喊了一声,哎呀,烟石回来了。 然后他转身快步走进了门厅,在门口,他朝烟石回头看了一下,看看烟石跟上了没有。 在客厅里,他再次回头,是催他快跟上。 陆烟石觉得婉玉两个内八字的解放脚,这一天走得行云流水,他便没有先上楼跟恩娘请安,而是跟着婉玉走进了卧室。 婉玉已经等在床边了,手上拿着一个窄长的盒子,这是他送给烟石的。 他说话的声音极清,自从他们从太湖回来,他们就跟恩娘做起游戏来了,动作很小,嗓音很轻,一句家常话也成了偷情的蜜语。 卢炎石其实挺讨厌这种游戏的,而婉玉却觉得滋味鲜美得很。 婉玉是漫不经心地说起来的,那天晚上他说,孩子们都不敢到你面前去了,因为他们看到爸爸那么不开心就害怕。 婉玉说话的时候,跟烟石隔着一层杖纱, 抬灯的灯罩是陆家上一代人制的,丝绸老了,把灯光都变成了古董。 烟石在咖啡馆里把该杯的课备完,把该批改的作业批完,坐着家里的轿车回来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全家人都睡着了。 此刻他听到婉玉这么说,他当然失口否认了,哪里不开心啊。 他在一刹那间,又找回了那个大大咧咧的伴侣,打着哈哈。 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吧,重阳节过了以后,对吧? 婉玉此时已经坐在竹席上了,他穿了西式的衬衫长裤, 但一看还是缠过脚又改过主意的旧式女人。 不过隔着一层沙看,婉玉的坐向很好, 假如烟石爱她,应该认为她是很美的。 烟石把手里沉甸甸的皮包放下, 这不是公文包,像是一件行李。 为了躲到各个咖啡馆和图书馆去办公, 她每天必须提着行李出门进门。 她的这种苦门,不是女人家的苦门, 多给她解释一个字,都会让她发疯的。 烟石开始往恩娘和孩子身上扯, 去扯女人家的苦门。 婉玉却说, 我是不懂的,去年到现在, 我也不晓得怎么让你开心一点。 她的意思是说, 女人家那点苦门是家常便饭, 而烟石一苦门, 女人家的天就要塌下来了。 卢烟石忽然意识到, 婉玉买那块奥米格表, 是为了都自己开心呢。 可怜的女人, 难怪自己的苦门会让她觉得踏了天。 她无话可说的, 在床对面的螺圈椅上坐下来, 可怜天下的女人。 婉玉撩起了蚊帐, 坐在两片账沙之间。 陆元石说她真的蛮好的, 真的蛮开心的。 她的意思婉玉没有懂, 她的意思是说, 婉玉的体察让她心动。 婉玉站起来, 走到她的身边, 不舒发迹的婉玉, 是另一个女人。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样样的东西你都没有兴趣。 婉玉说的是那块表, 婉玉把表盒从枕边拿出来, 就是敷衍不动, 她也要敷衍敷衍。 婉玉把表给她戴上, 表盒里有三节拆下来的表袋, 现在的长短是合适的。 你看, 我大约摸想你手就这么点粗, 还蛮准的, 啊, 蛮准的, 蛮准的。 燕石点了点头, 女人多好敷衍啊。 婉玉看了她一眼, 这一眼提醒了燕石, 她不止一次地 看到婉玉眼镜里的这种身材, 藏在生龟里的女子 把所有的能量 都浓缩聚集在 这一片目光里了。 常年累月被压制了多少, 被禁锢了多少, 现在就释放出来多少。 远不止那些被压制被禁锢的, 是变本加厉地释放啊。 那一片目光里, 有一个胆子好大的 逢婉玉。 陆燕石发现自己 拉住了婉玉的手, 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膝盖 给婉玉当过椅子, 就像她多年前 对旺达那样, 这时, 她却把旺达的座位 让给了婉玉。 她问婉玉哪来这么多钱, 去买这么贵的标。 家里的钱婉玉是不沾手的, 从嫁到陆嫁到现在, 婉玉就是一副 手不沾钱的 清爽无虑的模样。 婉玉的回答很简单, 我把恩娘给我的祖母绿买了呀。 啊, 你要闯祸了, 恩娘会盘查的。 盘查起来再讲。 陆燕石一看就知道, 真的盘查起来, 婉玉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怎么想起来去卖首饰呢? 首饰, 横竖没有用唱的。 陆燕石差点说手表也没用唱, 但她及时把这句话憋回去了。 婉玉闯了大祸呀, 她冒着大大的得罪恩娘的危险, 给自己买了一样毫无用场的东西, 这是要逗她开心呢。 只要她开心了, 婉玉的天就不会再继续往下塌了, 恩娘的暴怒, 她或许可以顶得住。 而她的天塌下来, 婉玉是顶不住的。 恩娘终于想到了, 要点数自己和婉玉的首饰。 那是一到晚上, 虹口到江湾的马路上, 已经亮起了许多日本酒屋的灯笼, 燕石的大学正在往后方迁移。 恩娘今天一个主意, 明天一个主意, 在走和不走之间摇摆。 陆家的一代代佣人, 都是甘心服侍一代代的陆家主子的。 因此恩娘不用担心, 佣人们会不好好的弑弄陆家的老宅子。 她担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的她和婉玉, 不被杖打死, 而会被内地的日子给割死。 她想着想着, 就会凭空地瞪起一双睫毛见秃的眼睛, 白镜的手指拿着一块骨牌抖得如同小鸡捉迷。 这样抖一阵, 恩娘便会改变前一天的说法, 说不去了, 哪里也不去了, 就是死, 也要死在上海。 燕石如果说, 一打起来就很难说, 十年八载, 一家人内地上海两地分着, 也不是一桩事情。 婉玉这个时候总是做硬生虫的, 她一定会说, 对的呀, 一家人是不可以分开十年八年的, 东北人从九一八到现在, 还留在上海, 跟家里人分开呢。 婉玉硬生虫做到这个时候, 恩娘便会笑眯眯地看她一眼, 这样笑眯眯地一眼一眼, 看多了便有话了, 恩娘的话是, 那就这样好了, 我就不去内地了, 在上海帮你们带小奶奶, 内地有没有奶糕给小奶奶吃都不一定呢, 两个大小孩呢, 反正已经做得上你们的帮手了, 你们就领在身边, 到内地去吧, 要不然你们到内地, 要带多少事物啊, 我留在上海, 带不动的事物, 就扔给我好了。 婉玉一开始, 是上了恩娘的当的, 她一听恩娘把自己放了, 放给了淹石, 以为真正可以过小两口的好日子了, 便接过恩娘的话说, 这样也好的, 当内地毕竟要吃苦头的, 老的小的吃不消的。 恩娘就开始了独白, 是的呀, 老也老了, 走啊留得都一样的, 到哪里都是个死嘛, 几千里地, 弄不好可死他乡了, 这把岁数了, 死活都一样的, 死得舒服一点了。 只要恩娘一提死, 丸玉就知道自己已经落进了恩娘的陷阱, 恩娘是在试探她和淹石, 丸玉马上就说, 那我也不去了, 我陪着恩娘留在上海。 恩娘一脸地称怪, 这怎么可以啊, 我怎么担当得起啊, 恩娘拆散你们两口子算什么, 我要是死了, 陆家的祖先都不饶我的。 此刻的婉玉就要拼了命地去弥补, 我陪着恩娘, 哪里也不去。 恩娘就会指着婉玉, 对淹石说道, 哎呀呀, 又怎么了嘛, 我没有要拦着她吧, 我又家在你们小夫妻中间了, 我是一个嘎食像的人了, 我现在楼都不敢下的了, 省得你们小夫妻在自己家里, 还要那么不便当, 眼色来眼色去, 手捏捏肩膀恰恰, 我是能避开就避开的, 不然你们三十几岁了, 还要做偷糖吃的小鬼头, 我面孔是要的了。 恩娘说着, 用颤抖的手戳着自己的脸颊, 又去指点婉玉和烟石, 就像许多戏台上陈述悲情的老蛋。 讲到这一步, 无地自容的婉玉必定是要走开了, 走进马桶间, 她动作是轻轻的, 不敢带脾气, 但是两个孩子一会儿就会来报告, 说妈妈一边上马桶一边哭, 他们是从钥匙孔里看到的。 掩饰眼看女人见的战争又要开始, 她总是被家里的战争扫荡到外面, 再被外面的战争扫荡回家里。 这种时候, 恩娘是逼着她做仲裁, 等她说两句戏剧性的话, 比如一家人死活都不可以分开啊, 死活都不能让恩娘一个人留下啊等等。 学校的迁移日气迫近了, 烟石的一句句令自己作偶的戏剧的语言, 仍然定不下局面。 恩娘已经提前地孤枯起来, 目光凄凉, 一天到晚无故地常叹, 进入了被气入战火的孤老太婆的角色。 她拖着解放脚, 为全家打理形状, 一双手把本来已经摆放整齐的东西在抖乱。 最后恩娘宣布, 她带着半岁的丹爵留下来, 谁也不敢再多说话, 让她去扮演被遗弃的孤老太婆。 烟石欲感到还会有变故, 按照恩娘浩强占上风的脾气, 假如事情就这样结束, 她会非常非常的不甘心的。 烟石的弟弟已经从欧洲写信回来, 打算在第二个博士学位读完以后, 就定居比利时。 烟石是恩娘生命里唯一的最后一个男性, 对于这个唯一的男性, 恩娘公开的宠爱和私底下的宠爱都有。 比如厨房烧青菜, 她总是要用人把青菜一层层地拨到大拇指大小的菜心, 另外炒出来, 在一个小碟子中心堆积成小小的一朵, 公然摆放在烟石的面前。 而烟石总是要推让的, 恩娘也总是等着她的推让。 推让的结果往往是恩娘分到一大半菜心, 而两个大孩子分到一个两个, 烟石却往往一个菜心也吃不上。 但恩娘对她的宠爱, 她却已经吃到了。 她偶尔回到家里早一点, 就会被恩娘喊到楼上, 一块肉酥饼已经准备好了, 嘴巴虚的一声, 饼就塞到了烟石嘴里。 帕金森的手把饼扎抖了烟石一身。 还有就是烟石已经坐上轿车的时候, 恩娘会追出门来, 把几张钞票按在她的手上, 伴随着一句悄悄话, 笑得能手脚打惯了。 恩娘拿着烟石按月交出的薪水, 背着人纵容她挥霍。 恩娘给烟石的额外体贴, 和婉遇暗暗的平行。 这就使烟石莫名其妙地跟老少两个女人都亲密起来。 烟石知道, 在恩娘那里, 她是一系列视似而非的角色, 一旦她要卸掉其他的角色, 只单一地做婉遇的丈夫, 恩娘是绝不会甘心的。 烟石一边响着, 一边在马桶间里擦澡。 瓷砖和浴盆相接的缝隙里, 美军从棕色已经开始往黑色演变。 接近地面的地方, 黑色浓郁, 隐隐发绿, 丝绒一样的质地。 头顶上的天花板也有一圈圈的灰黑色, 加着黄绿, 是从地面顺着墙角攀爬上去的。 这里原来有一个梅菌的大花园啊。 婉遇的性子, 给恩娘越磨越绵刃, 磨得受不了的时候, 马桶间就是她的避难所。 对于这个梅菌的大花园, 婉遇的眼睛一定是逛得熟透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陆燕石听到了恩娘用很大的声音在叫 阿尼的 燕石马上用毛巾擦拭身体。 她的预感是准确的。 等她穿好衣服, 走到客厅, 婉遇正低着头坐在八仙桌的旁边, 恩娘坐在沙发上。 恩娘看了看燕石, 又看了看婉遇。 意思是看看, 有人要造反了。 孩子们被佣人带到院子里乘凉去了。 燕石问出了什么事情? 恩娘说道, No, 叫她把首饰留下来一点, 好东西不要都带到内地去, 真到了要变卖首饰换饭吃的时候, 派得上用场的只有金子啊。 好东西带到内地, 会有人试货吗? 可这个阿尼多, 她就是要带, 说箱子都离好了, 拿不出来了。 我晓得我现在讲话是没有人听得尽的, 就像讲出来的让台风刮了。 此刻的陆燕石特别有一种冲动, 想在八仙桌上捶两圈。 多少人正在死啊, 大家很快都要变成最耻辱的亡国之人, 一两件珠宝的得失对于他们仍然是这样大大的得失吗? 就在燕石为了要不要垂八仙桌而浑身发冷的时候, 婉玉开口了, 恩娘你不要光火, 首饰我们都不带, 都留下来。 你这个是啥意思啊? 恩娘笑眯眯地转过头, 看着陆燕石。 燕石啊, 你晓得阿尼多的意思吗? 我怎么不晓得了? 是不是我要贪脱她那点东西啊? 哎呦, 她那点东西我没有一样看得上眼的, 除了那块祖母绿, 还是我给她的陪嫁。 这么多年, 我又是你的娘家人, 又是你的婆家人, 过年过节过生日, 不是我在想到给你天穿天带, 棉的和丹的。 恩娘说到这儿的时候, 婉玉脱口而出地说道, 恩娘, 祖母绿没有了。 恩娘这一下傻眼了, 婉玉真的是造反了, 她一不做二不休地告诉恩娘, 祖母绿让她拿到当铺当了, 挡着钱, 给烟尸买了一块奥米格金表。 恩娘看着婉玉, 似乎原先她当成兔子养的东西, 养着养着突然发现, 露出了圆形, 是头大象。 恩娘的眼泪就在看婉玉的时候聚集起来, 然后慢慢地转过脸, 看着虚无, 膝盖上放了一把芭蕉伞, 泪珠子又大又圆地滚落, 发出了泪打芭蕉的声音。 在这个岁数, 流泪的恩娘仍然动人。 热江湖一般的夏天呼在人的身上, 恩娘感到快要中暑了, 烟石半价半暴地把恩娘弄到了楼上, 回头往楼下叫喊, 让婉玉到冰箱里拿一点冰镇的西瓜。 恩娘马上就说, 她只要西瓜, 不要婉玉, 从此以后, 她不要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见婉玉。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这么贱呢? 讨男人的一点点欢心, 就要把阿婆姑母双重的心意都卖掉。 娘家婆家的女人, 几代才存出一点好东西啊? 事物不当事物, 三文不知两文, 就这么败出去了, 就是要为了讨男人的好吗? 在恩娘的难听话里, 婉玉越来越不堪了, 似乎婉玉不是从自己的男人这里讨欢心, 而是天生清贱, 是个男人, 她必定去讨欢心似的。 燕石走下楼梯, 准备自己伺候恩娘吃冰西瓜。 她发现婉玉端着玻璃的西瓜盏, 站在楼梯口, 魂飞魄散。 除了近期在报纸照片上看到的战场商员和琉璃失所的百姓, 此刻的婉玉, 是燕石看到的灾难最深重的一个人了。 她在婉玉的肩膀上按了按, 用下巴又在她的头顶按了按。 恩娘永远也不会知道, 婉玉之所以得到燕石的眷顾, 都是因为她的怪虐。